全國矚目新北市幼兒園未要案而追溯家長打電話反應時間 金門教育局說沒有在四月接獲相關反應 但國民黨新北市議員劉美芳質詢時就曾說 四月就有聽到家長陳情 而後續多位藍綠議員都援引這個說法 質疑新北市府沒有積極作為來看一下當時畫面 其實我在四月多的時候就接到這個案子 那我那時候為什麼沒有開記者會的原因 我想跟大家仔細的講清楚 因為在這個案子當中他的複雜度很高 是因為他一開始其實很多的家長都在群組裡面講說 他們的孩子都沒有驗出毒物 我再講一次 他們的孩子都沒有驗出毒物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那時候開始調查 而且後來他裡面有分好幾組的家長 好幾組的家長 在不斷的在成形當中 而且是不分藍綠的普遍的陳情 那這個讓我覺得說這件事情除了他的複雜度以外 還有政治因素在裡面 可以聽到劉美方信誓淡淡質詢 不過事後卻道歉說當時是口誤講錯日期並更正 接到幼兒園家長陳情的時間是五月十二號下午 因為陳情內容複雜 需要多一點時間來查證疑點 而在五月十四號向教育局大略反映這件事 但沒有提到具體的陳情細節 教育局則在五月十五號用自己的行政管道 才展開調查